大家都害怕了啊 恐惧了这个寒蝉效应 唇亡齿寒 人人自危 那么这次政府高调的这个强拆 香唐村的示范作用 扩散效应 一出效应 就开始出漏成效了啊 这个这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公关行为 一个宣誓 宣誓啊 下一步的政策走向 那你要在村里签的协议 那根本就更保证不了你了 一样都一样 香唐那个盖了那么多工章也没用 我知道那个顺义李乔镇有个小村 那小村里一个海淀区的市民 一个个人买的那村一个人的一套院子 后来都付钱了 俩人都有协议 那个人反悔了 因为是农民的宅基地 最后法院判就把那钱还给那个人 后来那家的两个女儿盖了两栋大房子 两栋相当于别墅吧 在自己家的宅基地盖的 我估计类似的情况 他们家不会被强拆吧 那就是他们家自个儿的地 说实话 中国的一切问题 还是因为公有制和私有制 公有制是一个虚幻的概念 最后有可能变成权贵所有制 官员所有制 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 利益共同体的所有制 是吧 那么还是应该把保护私有产权 放在所有的法律 宪法 最顶端 最受保护的 一切的出发点 要放在保护私有财产 包括房产和其他财产 对啊 那叫退税啊 没错啊 国家都交的地税啊 寄税啊 什么这税那 增值税啊 对不对 这个人家怎么说怎么算 这有点天真 我们有点 老百姓比较天真 对不对 这边我们文化大力 谁发动 是毛主席发动的 执行人是江青同志 杨文元同志 是王文文同志 对不对 那你单说着 这哥们是个明白人 其实四人帮就是五人帮 毛主席发动的 就是他本人的意思 那些人是他的小喽喽 他的替罪羊 他圈养的狗 还有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 老北京二环内的 有些老的私产房的 那个国家回购 其实有的时候 是某一个大领导 看上你们家的房子了 然后你们家房子 你要不你要是不听 就有招来对付你 比如说 你们家院里这棵树 这是文物 这是古迹 文物局就找你了 税务局也可以来敲打你 是吧 这个安全部门 公安部门 都可以来找你 我知道的一个大领导 非常非常大的领导 这个他的名字 全世界都知道 他就看上一宅子 结果最后给人那家 轰通线去了 那个隔壁 就那个胡同 走到头 他是拔口的第一家 那个胡同顶到头 有一家 我哥哥 很多年前 有一个鱼缸 人家那是我哥的 一个同事 有一个鱼缸 人家不要了 我哥叫上我 蹬着三轮 然后把那鱼缸 拉回我哥他们家去了 我哥喜欢养小动物 养个鱼啊 狗啊 鸟啊 这个 跟村里签的 那绝对无效 我就是跟村里签 跟大队签的 大队 不是村 是跟大队签的 50年的合同 有什么效率 根本没效率 政府根本就不承认 你的这个合同 他说你是违贱 他说我贱的 他催我贱 我在满山种树 他说你得盖个建筑物 跟我说的是 你不能盖水泥的 水泥的 你得盖木头的 水泥的便宜啊 木头的贵啊 全是进口红松啊 进口的木材盖的呀 直接说拆不就拆 一分钱都不给你 原来连盖在中修 在收拾的 这房子十多年前 也都合好几百万了 现在他竟然给二十万这样走 哎呦喂 这真是活不了了 对呀 我们就是跟那个大队签的 然后呢 根本就没有年限 你要说是二十年 就成了租二十年了 但也没有年限 刚刚之说的时候 说是永久的 还高兴得够呛呢 这还是啊 你还没明白 中国社会这个情况吗 就是当酒菜当时人长了 这思维概念有点偏左了 你觉得你是公民呐 你凑我带什么 你这么说吧 北京市有好多那个 房管局的房子 比如说 北京市政府的那政策 国家政策层面上 说改就改了怎么了 那有什么 大惊小怪呢 有什么奇怪呢 这个事 他们就不讲理 拆那个房子的时候 那个镇政府还跟我说 说这个房子给你拆了 但是这个山还是你承包 你还可以进来 这个去想种树种花儿水米 你五十年还是你的 然后我等到房子拆完 我再去的时候 他拿那个扎土 把整个路就堆上那个扎土 就不让你进了 把那上山的路 全给你弄乱七八糟去 拿那个沟基 把那个坐着 那个修的水泥路 全部给破坏了 到了扎土 你还进得去吗 你跟政府 政府他 他就是王八干 他今天说话 明天就不算数 这老百姓 认倒霉 也得跟他置气 这不是打黑撒恶 我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 这峰台区的新庄镇 那时候叫石凤刚吗 说那个村支书 贪了二十个亿 还怎么着 那你说 他镇政府那老恶的人 倒可深了 镇政府的镇长不镇长呢 峰台区的 那都 人家的关系 已经打到市委了 他往上为什么不追啊 他光扫黑打击村霸什么的 那都是相当牛逼的人物 你说新拉地哪个不是 除了二房以前 七几年全是农村 不现在也有乡政府 对吧 他弄啊 他怎么弄啊 这个村里边也是 特别不讲理 我们买的地质 当时是平地 一百亩地的话 当时很便宜嘛 就买了 那平地上做房子 造厂房 花多少钱 多少时间的姑父 到现在了 二十年了吧 他说要收回了 哎呦 真的 这没点儿将来 跟你说说 我记得孙兰师岁数大 孙兰师应该有印象嘛 以前那三反五反的时候 那个大锅饭之前 那个 那叫什么 大生产的时候 那农村的地主 说光把野地收了 房子收了 把你家地分了 把房子收了 让你 你叫什么 坐 吊车 这个拿着人捆进来 弄一个花锅 哇 给拿掌 弄到你 吓破人王 老牌子 你这个 配给农民 木屋师征的农民 都死多人呐 当年都死了六百万呐 应该有印象吧 这就不错了 把你的房子拆了 没办法你 捐进来 干话 不说 不钱 不光要你钱 要你命 你就 感谢共产党嘛 行了 咱也别跟他置气了 咱 咱 洗洗 睡吧 你看我多高兴啊 都高兴 行了 挺 挺好 什么都没有了 到一身清 活着挺省钱 你 你当年的 去年给我拆的吗 去年 去年年底拆的吗 不是去年了 前年年底拆的吗 每年还得雇农民工 去收拾山 去修这修那 还得雇个阿姨 还得给 去 去 那个 蒸菜 保养房子 每年还得给房子刷漆 麻烦事多了 现在什么事都不管了 都轻松了 哎呀是啊 感谢共产党没要咱命 让他活着 太歇歇了 对呀 那你现在 不是比那个 五几年那时候 三反五反的时候 吃大锅饭 不是先把地分给农民吧 成了你的自然地了 又回来又收费了吗 又分 又收 又分 又收 不是来回 倒在华语店了吗 那现在已经挺温和的政策了 我这么理解 不忘历史 对不对 你看看历史 翻看咱们那个建国 70年的路程 每一步每一步的 是不是 都没收费了 都没收费了